众所周知,韩国的N号房事件 74位韩国女性还有部分未成年 遭到侵犯还被拍下视频 在网上被无数双眼睛围观 然而谁也没想到时隔一年 韩国又爆出了一桩惊天答案 超过1000名男性进入圈套 于而则是性别为女性的网友 在其诱导下拍下大量的不亚视频 还在海外网站告假出售 由于作案手法和犯罪性质和N号房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受害者全是男性 在韩国这种偷拍事件 一开始还让不少男性欣喜不已 但他们也没想到自己也会有一天成为猎物 受害者纷纷指责是美女有他们入局 这次事件难道是真如他们所说吗 还是韩国女性的复仇呢 真相究竟如何 今天就为大家揭秘这起南版N号房事件 故事还要从2017年说起 朴志秀突然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 对方闪烁其词 半天也说不到重点 就在朴志秀准备挂电话之时 对方才道出了今天的消息 我刚看到一个网站上面有你的视频 朴志秀如遭到雷击大脑一片空白 本以为噩梦已经过去 没成想曾经的伤疤被公然揭开 颤抖着打开了朋友所说的那个网站 眼前的一幕让朴志秀贪坐在地上 视频中他一丝不挂 搔手弄自 关键视频浏览已经超过一万多 朴志秀不知道下一会儿该怎么走 之所以拍摄不雅视频呢 还是因为他自己一直糊涂 当时还是在校大学生的他典型的闷骚男一枚 经常用交友软件搜同城美女 很快因为美女引起了朴志秀的注意 对方无论是相貌还是身材 那是相当的瓦塞 朴志秀一感生活中羞涩变得色的猫天 主动添加对方账号 不断用言语调逗 令朴志秀意外的是 这位女神也是抱着烈焰的目的来交友的 没聊几句 对方就主动发来露骨的视频 朴志秀被撩得不要不要的 难以自持 主动提出见面的请求 没成想到对方直接答应 但见面前需要朴志秀发几张验照 他想都没想 全案对方要求照做 见女神一脸满意 本以为见面之事实难就稳 可女神意外本来面目 命令朴志秀摆出一些羞耻的动作给自己看 朴志秀这时才清醒过来 赶忙关掉视频 但为时已晚 随后女神发来一张 刚刚朴志秀摆出各种姿势的照片 强烈要求对方删定 可对方有把柄在手 无论要求朴志秀做什么 都得乖乖听话 之后便开始屈辱的奴隶生活 在这个所谓的女神威胁下 朴志秀对着摄像头 按照指令做出对方要求的动作和话语 而这些视频被制作后放在了成人网站上 在朴志秀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大众看了个干干净净 在完成拍摄后 对方终于放过朴志秀 承诺不再骚扰他 本以为已经逃离了魔爪 朋友的这通电话再次将他推入深渊 朴志秀一度被这件事打击到抑郁 此后他的生活只剩黑暗 为了一雪前耻 他要将这个女人一起拉下地狱 朴志秀不惜勇气来到警局报警 帮助警察积极寻找恶人的线索 很快在成人网站上 他查到了和他一样的男人 以同样受害者的形象 引导他们说出是如何上当受骗的 这才发现 他们都是在同一个APP上中的招 被所谓的美女威胁 裸聊诱惑 一旦有了把柄在对方手上 那就会进入一步错步步错的深渊 还被拍下了许多的不雅视频 这些视频都通过网站或者资源包传播 2021年4月 朴志秀组织受害者通过变声软件处理了声音 将自己的遭遇公之于众 视频被爆出后迅速引进观众 N号房事件刚过去没多久 没想到男性也并不安全 随着事情逐渐发酵 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站出来 要求揪出幕后黑手 于是韩国网友集体去青马台官网留言 要求彻查第二起N号房事件 请愿人数超过了22万人 按照韩国法规 人数一旦大于20万 那政府就必须在30天内给民众一个交代 韩国警方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开始调查这个男性N号房 在走访了大量受害者后 警方摸清了这个神秘女人的钻手法 让警方意外的是 这类犯罪往往利用裸罩勒索钱财 而这个女人却选择威胁对方 拍出更多的不雅视频 通过贩卖活力 一度有传言传出嫌疑人是女性 而在调查期间 这个女人还在网上搜寻猎物 幕后之人嚣张至此 实在让警方很是头疼 2021年6月3日终于确定该人作案地 可令人意外的是 让所有受害者都沉迷不已的女神 背后真身竟是男人 金英俊1992年出生 被捕时才29岁 从出现第一名受害者到被捕 金英俊已经猖狂了8年 1300多名受害者 涉及范围之广 除了普通人之外 还包括一些军人运动员 网红和芭蕾舞者 甚至还有39位未成年人 开车的老司机都知道 在双方自愿情况下 开开车其实也不算什么 但是想要逾越道德底线开同车 那就是罪不可恕 等着吃牢饭吧 警方在金英俊的电潮里 找到了高达5.5个T的不雅视频 还有1257支短片流向的色情网站 那么问题来了 金英俊是男性 他又是怎么诱骗到 这么多男性受害者呢 为其宽衣解带撸视频的呢 第一 金英俊长相偏女性化 声音也有一些雌雄难辨 第二 为了更具有迷惑性 他偷取了女魔的照片 为自己使用 以营造 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形象 第三 通过AI换脸和一些变身技术 使得金英俊变成一个性感美女 第四 提前准备很多女性的不雅视频 作为诱饵 诱惑对方进行视频 并留下记录 从而将对方玩弄于鼓掌之上 而这其中也有一些 有贼心没死胆的男人 只敢在网上聊骚 根本不敢进行下一步行动 金英俊就是通过换脸 引诱这些男人成为自己的猎物 随着受害者越来越多 甚至将发布视频按照客户要求提前分类好 方便用户精准查找 在女性恩号房爆出之后 韩国对此类网站作为统计 偷拍类视频一般都有30秒左右 金英俊却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给观看者平均三分多钟的视频 因此他的视频也成为众多付费内容的抢手货 每个资源包里有4个视频 售价10万韩元 慢慢的金英俊积累了不少的大客户 甚至还推出游会活动 如果一次消费满30万韩元 还能得到额外赠送的视频 生意很是火爆 甚至将其远销海外 警方在抓捕金英俊后 并没有停止调查 他们怀疑金英俊还有共犯 果然在6月7日 警方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一个新的受害者出现 同样的诈骗手段 其作案手法和金英俊如出一辙 警方有理由怀疑 他就是金英俊的共犯 而对于这个神秘人 金英俊却很反常 坚称这件事就是自己一人所为 其实即便他没有共犯 但只要有买家购买不下视频 买家随时可能变成卖家 破天之下 谁会和钱有仇呢 为了防止无辜受害者出现 警方销毁了金英俊存视频的硬件 也开始追踪非法视频链接 将网站流出的视频从根源清除 对于购买者也进行了劝导 将其删除 希望这起案件不再进一步获大 韩国民众对金英俊的愤怒到达极点 纷纷要求警方公开他的信息和长相 让他也常常被人看光的感觉 警方经过综合考虑 考虑案件确实极其恶劣 为防止有人恶意模仿作案 金英俊的个人信息也被公知于众 他将永远被定在耻辱中上 2021年6月11日 金英俊被警方正式移交给检方 他将面临多项指控 制作和传播儿童性剥夺内容 截迫儿童进行性骚扰 以及威胁强迫拍摄视频 很可能会恕罪并发 在移交过程中 多家媒体堵在路口 面对媒体的指责和发问 金英俊始终低着头 虽然嘴上说的对不起 但当媒体要求他摘下口罩时 他却选择了回避与沉默 他所谓的道歉 但也只是在做表面功夫 最终金英俊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现在依然在监狱中服刑 但高墙外还是有部分不雅视频在传播 要彻底消除这件事所带来的影响 怕还是需要很多年 正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 时刻保持警醒 不能触碰甚至逾越底线 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 如果不想落入不法者的圈套 那就远离黄色诱惑呀